现在在中国找一份工作真的是太难了 前几集我们已经讲过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求职男的困境 那最近在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呢 也发生了一件令人暖心的新闻 就是在一个招聘现场 老板让所有在场的求职者 让所有的小粉红去做俯卧撑 那老板就从中挑选体格比较好的小粉红来录取他 一人 这里都没有了 准备好了 十二十五位 一 十九 第二个 唱花艺术来 这哪儿 吼佛 这哪儿 那另外一件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认证中国为发达国家 那什么是发达国家呢 与之对应的就是发展中国家 按照台湾的翻译发达国家就是已开发国家 发展中国家就是开发中国家 那过去中国一直以来都被认定为开发中国家 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说这两种只是一种称呼一种名义上的不同而已 但是在国际上面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那像是在国际贸易中呢 开发中国家呢就会享受比较大的优惠 那美国这样的一个定位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是不希望看见的 因为一旦把中国定义为发达国家 中国就失去了这些开发中国家的优惠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呢 很多中国网友都表示批评 都骂美国是故意针对中国 但我划了一下留言 其实有一小部分的网友 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开发中国家 不知道什么是已开发国家 更不要提那些优惠啊 那些政策啊 他们不知道这些定义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些还不知情的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些网友啊 对于这个定义啊他们不懂的一些网友啊 他就感谢美国啊觉得美国在帮中国认证啊 认证中国为发达国家已开发国家啊 觉得美国做了一件对的事 那其中就有中国网友表示啊 感谢美国认证终于承认中国是发达国家了 我们都是发达国家的人 我们来自中国 我们是中国人 那像是刚刚这个留言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是那一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或者说他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东西 具体会让中国有哪些变化 所以他们不知道细则 只知道了中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了 所以他就像开头说的 感谢美国认证中国是发达国家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说 美国终于干了件正常事 中国如果不算发达国家 那韩国算第三世纪了 新加坡也就东南亚代开发了 我记得韩国很多年前就是发达国家了 韩国还没有中国一个上海发达 算什么发达国家 中国今天被承认了 发达国家 中国 你看 他们还是停留在那种很开心的 很骄傲的 觉得中国很牛逼 被美国认证了 还有其他网友表示 终于等来这一天 中国必然是发达国家 也必定是发达国家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东方的雄师 唐宋时期 中国边疆打到了北冰洋 所以被称为圣唐 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 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发达国家 你看这些都是洗脑的结果 经常搬出一些过去的历史来讲话 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发达国家 就像对待台湾问题一样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我觉得其他国家从来不会讲到什么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这个世界都一直在变化的 自古以来 以前中国只有那个东部地区属于中国 那西部很多不属于中国 那现在也变成中国的了 西藏也变成中国的 新疆也变成中国了 如果你真的讲自古以前 这些地方都不属于中国 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标签的法案 针对国务卿提出三大要求 首先是寻求在美国和中国都参与的国际组织中 将中国定位从发展中国家上升成为中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甚至发达国家 终于有很多人去反驳这些人的言论了 大部分的人都是反驳这些人的言论 那有中国网友说 看到有一些人赞赏美国认证中国为发达国家的 你们是不是没脑子 还是脑子被驴踢了 美国傻吗 美国做啥都有坏的算盘 美国认证中国是发达国家 就享受不了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了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 大家转发告知 那像是这一则留言呢 就是比较多的一种声音啊 就是知道中国现在在干嘛 就知道中国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中国肯定是不接受美国的这个认证的 因为中国还想继续捞便宜 这一种小粉红就是比刚刚我念的那一些小粉 要更加的聪明一点啊 没有那么傻 所以说小粉红他有智商的区别 还有网友表示 美国真坏 中国过去不是发达国家 现在也不是发达国家 未来更不可能是发达国家 请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有时候我念的念的 我真的发现这些小粉红的智商 我真的搞不懂他是不是在抹黑国家 你就像这一个小粉红说的 那中国过去不是发达国家 现在也不是 未来更不可能是发达国家 意思就是说中国一直穷呗 中国以前不是说中国已经脱贫了吗 怎么你们现在又说中国不可能是发达国家 未来也不可能是 所以你就祝福自己啊 永远都不是发达国家 就为了捞那一点好处啊 就把这种话都摆在前面了 就相当于去发一种毒誓一样 那还有其他的小粉红说 中国是穷国家 还是有钱的国家 由不得美国来指手画脚 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应该由中国人决定 中国人最清楚中国的发展水平 中国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根本就不应该算是发达国家 请美国正视现实 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归还属于中国享有的福利 你看这些人 为了一点福利 为了一点优惠 就把自己国家的一些不足 一些丑闻都给兜出来了 都给爆料出来了 以前你们不是不承认吗 现在自己为了一点好处 主动承认说什么 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根本就不应该算发达国家 所以念了念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是算 是不是抹黑国家 如果你的这番话 由我来说 或者由台湾人来说 一定是被冠上乳华的名号 那你们自己现在乳华 当然我们知道 你们可能就是为了那一点好处 这个时候你们自己也开始乳华了 那还有其他的小粉红说 希望美国人要尊重客观事实 在确定中国是发达国家之前 欢迎来中国走一走 不要只是看到上海的高楼大厦 你们应该看看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看看四川湖南云南 那些大山里面的孩子 连公路都没有 学校连黑板都没有 美国是不是要基于人权 为那些山区的人们做点事呢 所以也就证实了 我们以前说的那些 他都承认了 过去你们不是不承认吗 甚至去洗地 要解释很多 那现在你们自己把这些讲出来了 只是为了那一点好处 那还有其他网友说 这次我们应该低调 不能妄自菲薄 不能过于骄傲 小心中了美国人的圈套 一旦我们被认定为发达国家 很多好处和福利都没了 大家转发一下中国的不足 我试了一下 这次微博不会删负面内容 应该是国家允许我们这么说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在中国你发一些负面的 很快就会被屏蔽了 被判定为违法内容 但是现在他说 他发了这些负面的东西 这一次微博不会删负面内容 应该是国家允许我们这么说了 所以中国这一次舆论主导 都要想要把这个好处给拿回来 都想要把这个发展中国家 开发中国家的名号 再抢回来 为了一点好处真的是不择手段 大家还记得李克强总理说的吗 当时被屏蔽了 不过现在可以发了 就是当时总理透露出 中国有超过6亿人 月收入不到1000块 这个现实摆在这里 美国应该要承认的 你好意思让美国承认 你们自己过去都不承认 而且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的话 你们自己都要去习地 不承认这个是事实 现在你们又要让美国来承认这个事实 还有小粉红说 现在我连工作都找不到 饭都吃不起 手机化费都舍不得充值 疫情后真的太难了 这个关键时刻 美国往我们伤口上撒盐 明明大家都很辛苦 美国这个时候跑过来跟我们说 你们很幸福 这不是刺激人吗 美国这个时候来说 你们很幸福 你们是发达国家 中国不是过去一直都强调 中国人很幸福吗 中国过去一直都在强调这些啊 你怎么不说一下中国政府 你也知道中国政府不敢说 不能说 有人说我们自己都承认 中国取得了脱贫 攻坚战的胜利 但我们去年取得了胜利 不代表我们今年 不会再次托付啊 很多人钱花完了 现在又找不到工作 早就托付了 别再拿去年的脱贫 说是了 那是过去是了 那中国官方过去一直都说 中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都富起来了 有钱起来了 这个时候美国人也承认了 美国人就承认了 你中国政府说的这番话 你们却不买账了 你们又说你们托付了 没有钱了 穷了 为了一点福利啊 你们真的是 话都是你们说的 当然这次我选择 站在小粉红这边啊 美国你真的是 中国这种发展水平 你却说它是发达国家 这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个过分的有点明显了 那我为什么要站在小粉红这边呢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中国的这个现况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就很明白的 中国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一下 在中国上海最近发生的一件新闻 就一个小粉红送外卖 送到那个没有什么收入了 送到直接住到路边了 直接住到帐篷里面了 你说这样的一个国家 还称得上发达国家吗 在这里 在这里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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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啊 挺自由的 对吧 自不自由 你一个人吃饭 不加糊 这么累的话 这个世界太不容易了 这么久 他妈的 太多小 干懂了 不容易哦 太热了 太热了 那一片不要再撑 这一片 在你不撑 那一片 那一片 你不撑 很认识 现在扫档了是吗 拿一个扫档压一匹 嗯 压过啊 是不是很难 嗯 想不到怎么没关系 赞助就非常热 嗯